您好 您好 这是我们公司的这个介绍 您要不去看看 谢谢 谢谢 不看了吗 不看了 不看了 这么看了 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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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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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是 行 行 行 好好好 谢谢啊 到时候给您打电话去吧 好 好 拜拜 怎么样 我真没想到 这非典这么厉害 在会场里面都没有人 还有那些厂商 已经不在会场里交易了 都在各自酒店交易 估计都是非典惹的 那这不仅进货难 出货也难啊 还有东西云打电货的 都在涨价 周边零售行业特别紧缺 比方说像日用品啊 防护品啊 那怎么办呀 在家里都等不了了 看这个 我挨家安护搜的资料 全是厂商的 价格资料呢 也在里面 你这边怎么样啊 你看看 收了这么多名片 二哥他带了一部分走了 说这个特别重要 二哥 二哥人呢 上厕所去了 你吃饭了呗 快快快 把面包拿来 还有水 来来来 赶紧吃点 更坏了吧 谁 他们今天只是逛外逛 收集这点供服商资料 就回去了 是的 你没记住一下 他都跟哪些供服商谈了 没记 不过他们今天 把整个会场 都给逛了一遍 只要是超市里能卖点货 他们全都看了 一家也没落下 这小子憋着什么坏呢 就是啊 我也觉得很奇怪 其他人啊 都是着急问价格 着急拿货 就他们江海的人 就光问价格 也不跟人家谈 刘总 他们是不是自己也出什么问谈啊 你好像用脑子想想 现在做热用品的哪个没够钱啊 你赶 你赶紧坐这儿先吃 走走走走 这没人家气 刘总啊 这个价格啊 咱们都可以谈 我们就一个要求 就是快 刘总啊 您给的这个价格啊 已经很高了 说句老实话 虽然说现在这个 普遍都在涨价 但是你给的这个价格 我们真的很满意 那您还犹豫什么呢 咱把钱一签 明天就能拿货了 刘总 您是个爽快人 我呢也不能不地道 是吧 说老实话啊 我们啊就是一个国营小厂 平时呢就生产这些牢房用品 但这个销路啊 一直都不太好 那些个购销商啊 都说我们这个产品啊 太老旧了 赶不上潮流 你说这个牢房用品 要什么潮流 这好不容易赶上这个 最近这个牢房用品紧窍 但是再怎么紧窍 我们知道我们那个产品 也给不上这个价 所以啊 我知道 您这次远到运输 对成名也高 怎么着呢 我要把这个运费啊 给您找回来 您看您这话说的 这不是赶上非典时期了吗 是不是 要不这样 您要有什么条件的话呢 您直接说 这个 陆总 好 那我就实话实说 好 我呢也不想 就只跟您 做得一览生命 好 我想 能够成为 勃勃超市的 长期的供货商 您看这样行不行啊 咱们就签一个 长期的供货合同 可不可以 五年 您就让五年行吗 再行 行 以后咱们就算是合作伙伴了 您看怎么样 陆总 林心是个爽怪人啊 陆总 您看你什么时候方便 给我去验验货 好啊 我先得保证啊 我们这个货啊 绝对地质量过硬 您的质量我是放心的 关键是我信任您这个人 谢谢 谢谢 陆总 太感谢了 您感谢了 林心是救活了我们这个厂啊 您是我的 合作愉快 好 明天 留不见 不错 希望我们合作愉快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感谢你们支持啊 谢谢 谢谢 那个能按时发货是不是 单了 好嘞 一定一定一定 回见 回见啊 再往联系啊 好嘞 好嘞 对 是 现在情况非常紧急 刘总 您收到 这是江海今天新建客户名单 您辛苦了 艾克打电话 好 咱们接见 好 不管陆江涛出多少钱 咱们比他高两成 明白 好 你去办一下 顾董 第一批人已经在抢货了 后面还有两批人 继续 看看他们还能挺多久 好的 顾总 不是 师傅已经说好了吗 怎么不知道怎么进呀 不好意思 刚刚接到公司的通知 非典时期自行隔离 任何人都不应许进 不好意思 不是 隔离 隔离 你找另外一个人消息 那 那又不打几个 其他工作商市是吗 行 那个张总啊 我小路啊 昨天不跟您谈好了 那个价格 让我们今天去去那个 别 别给别人 我们 我们急着要这货呢 我 买 买 怎么还给我挂了 什么意思 怎么都拒绝我吧 你干吗呢这是 这是怎么办呀 现在 怎么办呀 这 就下去 下去 走 走 走 那你给我护驾驶 你拿篮子 你们干吗的 你们为什么不别队啊 你们别插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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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记得插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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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啊 李维 你过来啊 你还在 你过来啊 你还在 这是地方啊 怎么了 我就看你就不像个正经买东西的人 这老头真有意思啊 买东西正不正经有什么关系啊 我就跟你说了 我就不正经了 但是我买东西我付钱 这你管不着 先生 我跟你说 他我律师 他是凯莱超市那边的店长 他们到今天到这里来抢货 到他们那里加价再买 你呀 这不要脸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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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抖贴你了 我抖贴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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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一下 让一下 我抖贴你了 让一下 让一下 没怎么 就是不能卖给你 你这是恶意垄断 恶意团货 恶意扰乱 市场的正常秩序 行了 别说了 我认识你 你是这家店的老板 对吧 我告诉你 我付钱买东西 这也不犯法 你也管不着 对 我是凯莱的店长 怎么了 我出了那家店门 我就是一普通的消费者 怎么着 你还要限制我消费者的 基本权力啊 抓紧哪 快快快 老二 这边货员真是全都断了 就得置往你那边了 我现在还在跟供应商一直在联系呢 但是肯定够呛我觉得 行 大哥 那个我们这儿都一些顺利 你也别着急 我就正机的想办法了 这三天能当吗 三天呀 三天 三天 三天行 三天到货 你必须给我一个保证 咱得说到做到 千万不能让大家失望 行 放心吧 大哥 这事啊包到我身上了 好 我等你好消息啊 我先挂了 我先挂了 大哥 三天 那咱们怎么办啊 什么办法呗 一定能想到办法呗 二嫂 咱们昨天谈的那些供应商 怎么一夜之间都突然出现问题啊 我感觉不对劲啊 是 我有这感觉 不是 你说吧 就算有人在背后给咱下班子 那咱也不知道是谁吗不是 那不是 那些个供应商 就没透掉口头吗 要不这样啊 我去酒店大 大天大天 你这儿 你这儿 我先给你谁啊 拿个电话 喂 陆总 刘总 我 小陆 这个货呀 我都给您备好了 您随时来 太好了 真的呀 感谢感谢政本长 我们马上开车就过来 好不好 行 那我就在这儿等您 对了 那个钱啊 不着急 你这个货要着急啊 您先把货拿走 好嘞 好嘞 这样 那个 我跟您啊 打开个事 就是昨天啊 我们离开之后 是不是有人去找过您了 你的消息够灵通的 我正想跟你说这事 昨天晚上啊 你前脚刚走 是来了这么一个人 他这一来啊 就给我说 要把给你们那个货 卖给他们 而且这开车的条件啊 特别奇怪 说不管你们 开什么价钱 他都高数两成的价钱 给过 咱们为了这个 以后长期的合作 当然不能答应 你对我仗义 我也不能不够意思 对吧 那我说刘总 您能不能 告诉我 那 那人谁啊 行 好 给我还是本家呢 叫刘逸 行嘞 我知道了 这就过去找您去啊 谁 谁啊 刘逸 现在大哥那边 已经快撑不住了 三天撑死了三天 再撑三天啊 咱们片子手里啊 就老刘咱们一家 死心塌地跟着咱们 那这凯雷之餐 也太不要脸了 这么大的企业 跟我们咋下个战啊 不光光是这个理 上海那边也是走兵相见了 都已经跑咱们 朝日干抢货去了 那 阿姨 气死我了 要都叫老刘那有多好呀 是啊 老刘啊 他也跑出牌 所以咱们价格东西呢 一直消不出去 正在跟咱们签的长期协议 我就在想啊 如果咱们能跟其他人 也谈了一年 一点三倍的 长期价格不变 你说人家会不会 跟咱们签一样 是啊 但是如果我们签五年的话 那时间长了 咱们会不会充足快呢 你看啊 你是学经济的 你帮我坐在上面一站吧 现在开始一点三倍 咱们股推了 但是五年之后呢 也许前两年 一点三倍咱们股推了很多 但是后两年 安逸货弘胀呢 兴趣咱们这家人 还是赚起来的 对 对 那咱们试试呗 试试 我跟咱们谈去 一肩一肩肩 对 胳膊就是个胳膊 它永远挺不过大腿 记着啊 来 走 路总啊 我说你要不要脸啊 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啊 你在背后管这破事 你也不知道啊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你是不是跟着我 屁股后面过来 捡绿分袋的呀 你说话我文明点啊 我跟文明说话可以文明 跟你用不着 你今天把话给我说明白了 把道儿给我画清楚了 要不然我不可能走 我说清楚什么呀 这正常的商业竞争 你知道吗 行 又不是这个提价呀你 这叫商业竞争啊 对呀 你这叫发国难财 哄抬物价之后 我快去告诉你啊 没空子搭理你 你该干吗干吗去 我忙着 别别别别 干吗呀你 不是说什么 先把话说明白了 要不然我不可能走 路总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想跟你算什么账 王总 特别荣幸能跟您合作 你看这次啊 我们也特别有诚意 所以这个价格 已经是最低的价格 那个 希望我们长期合作 我送到您 来 好好好 那会儿在深圳的时候 是不是你给我捣个乱呀 给我跟我师父 画个圈套我们俩 是不是 别 吴晓涼 您以为你是谁呀 我平衡套你呀 你这野猪我套你呀 我告诉你啊 该干吗干吗去啊 你再这么胡搅蛮缠的 我报警了啊 好好好 你说的啊 报警师啊 行行行 来来来 我 我替你报啊 110 您喊我报警 举报我一批奸商 趁着非典期间公开物件 别 别 别走 银泰大酒店 1131房间 您想想啊 你说这个非典呢 它能持续多久啊 我们可以跟您保证 五年之内 长期在您这儿拿货 小姑娘 脑子挺聪明的嘛 五年 五年以后 也许不是这个家了 您真是精打细算 这样 这是基础家 我们呢 保证五年之内 长期在您这儿拿货 同时呢 在这个价格之上 我们也可以有所浮动 只上不下 行吗 客气好大呀 能上福多少呢 孙总 这都五年的合同啊 就算上福 你也别太吃我们一口 好 你够意思 我也够意思 怎么样 太好了 那 那就这么定了啊 谢谢孙总 好好好 那 那孙总 我们上不上签合同呀 下不就签 好 谢谢孙总 等着您 行了啊 应你的需要 报案讲了 一会儿挨个儿 给我做笔录去啊 你玩够了没我想到 跟你玩 我有得试试去 喂 你好 张厂长 什么 咱们之前不是谈好的吗 刘总 刘总 咱们之前谈好的价格 他们突然说不签约了呀 陆教导 你背后有点阴的 你真玩我的 这这叫什么 八线过海 各显神通嘛 来 进来 二哥 今天要你去拍摄我的 你先坐下 我问问您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大部分都解决了 合同也签了 就准备发货了 不过啊 有这个四五家 他就认识了凯来集团 而且给凯来集团 已经准备好货源了 尤其是这个最大的 这个口罩厂商 那 这是我们最需要的呀 四五家是吧 行 这四五家啊 咱们也不给他们留 他在上海不是抢咱的货吗 咱在这儿也抢他们的货 啥抢啊 你听我说完 这样 你做两件事 第一 去准备现金去 第二 让冯丽 把咱拉那桨车啊 车身那字样 改成开莱集团的 这能行吗 怎么不行啊 这四五家的货 我一样都不给顾一熟 明天啊 换完了 直接去仓库 打着开莱集团的旗号 拉货去 只要货上了车 你直接付给他们现金 别琢磨 相信二哥 没跑啊 这帮人 都是威力仕途的家伙 见识钱保证没事的 而且咱是打人家旗号去的 我呢 就负责牵扯住留意那大傻子 你们的任务就是把火候中央车 大哥等着用 好 少吃点香蕉 睡觉去 还是能行 好 这跟这个价格会相算一件 喂 喂 邱总 陆江涛跟车队分开了 我是继续盯陆江涛啊 还是跟车队啊 他们去哪儿呢 车队应该是去郊外了吧 陆江涛我估计 他应该是去管教会会场的 这样 盯紧陆江涛 看此备 千万别让他跟咱们 已经谈好的客户见面 只要这样 他犯不出什么话 好 知道 好 看慢点 别跟太子 好的 再依旱 是 对齐吧 对齐再贴啊 好嘞 走 走 慢点 慢点 走 走 来吧 换下两车 来吧 你往下走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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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刺激了 干得下来吧 我跟你说 这流一气子 估计鼻子都歪了 二哥 太好了 二哥 有办法 从现在开始啊 咱们得兵分两路了啊 真是流一小小子 要知道咱把货带走了 肯定无福气 是有八角的跟皮尔布吹上来了 我跟苏吉啊 带一队我们在前面走 你带着这队 他后面给我堵着 你得给我堵死了 只要咱们到了上海 他就无疾可失了 二哥 竹子多蒙啊 你不能这样 你再这样我就 就冲满你了 好 好 好 来 来 来 二哥 慢点啊 走 这边两个车 你路上走啊 后边两个车 跟着我 走 休息一会儿走啊 爸 你怎么醒了 爸 怎么了 是不是做噩梦了 是不是做噩梦了 我好像梦见姜涛了 姜涛他在走廊上 他现在在广州进货 过些天才回来呢 爸 你去看看呀 你去看看好不好 爸 他要是回啊 他要是回啊 那海波就会告诉我的 你呀这是坐月子期间 兴许烦躁 这姜涛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呀 他也不打个电话 回来说一声呢 他一定是会很顺利的 他想要回来 给我们大家一个惊喜 知道吗 前天还给你打电话来的吗 你都忘了 什么都别想了 来 睡觉 睡觉 睡 睡 睡 好 很多 我未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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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早一段时间了 我心里特别 特别担心 如果二老 在天有灵的话 我以为他们平安 终于回来了 真是红军不怕远征难啊 不过我们是满载而归 咱们把中间那帮供应商啊 给甩掉了 这挣扣成本降低了很多啊 是啊 你说这中间供应商啥不上啊 这市里的事啊 它就是这样 千万别把人啊逼急了 是不是 逼急了别人呢 那就是堵自己的路 你看 咱这不是绕过中间供应商了吗 还找着源头了 是啊 您说的真没错 有时候难走的路啊 才是活路 对 大哥电话里怎么说来的 他那边男子都快盯不住了 我跟你说 就这个对手啊 一时在抬价 大哥撑不住了 这等咱回来 赶紧把货给你补上啊 那嫂子一定挺担心你的 她不会 你嫂子我最了解了 打小这样 小事啊积极歪歪的 大事从来不尽 特别看得太 特别有水平 从来不服务 我就是觉得呀 温泉这点好 就跟住的我心里似的 我干什么事 他都明白 我真希望跟你一样 能找一个懂我的人 思杰啊 听歌的一句话啊 懂懂你啊 先反正 嫌出这人啊 会不会疼你 你看我这快到家这 嗤嗤嗤嗤嗤嗤的呢 回头看一看 看到那个车队 跟着呢 跟着呢 您好 请配合测量一下体温 您好 请配合测量一下体温 三十七度五 请跟我们到隔离区进行复查 隔离 你们放心 使势复查 不是大夫 是这样的 我们那货门拉着货呢 马上要到上海 一天都不能停 隔离可能不太行 您看这样好不好 我带着我妹妹 早上到了上海 我带她去医院 主动那个复查好不好 同志啊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 按照规定 只要体温出现异常 就需要到隔离区进行复查 如果没什么事 你们就可以回家 那个 行 咱们去复查 非典 不是小事 一会儿我给同志打个电话 让她把后面车队接走 那个大夫 我们车停在哪儿啊 你们把车开到前方 右手边的隔离区 我们会有工作人员提醒你们 谢谢啊 好嘞 谢谢啊 要不要紧啊 放心吧 没事没事啊 没事 怎么货架都空了 好长时间都没上货了 这个货没有了 不好意思 阿姨 我们货还没有到 陆总 他们应该快到了 是 海波 你们店里面 没什么东西卖了嘛 对不起啊 大姐 货 货应该马上就到了 要等着啊 阿姨 我们这边有好多货呢 要什么有什么 要不要到我们这儿来看看呢 看什么看 你们太黑心了 东西们买得这么贵 快去 我们这贵什么贵啊 你也不看看现在是 什么时候 非典了 他们那儿倒是便宜 可是货有我们这钱吗 都快卖光了 您现在可以不来 万一等到您家里的货用完了 您不就不得不来了吧 来了 陆总 看看好 这这凯来是我们的货 陆总 不好意思吗 身家过亿 就这么对街坊邻居 不好意思 做生意嘛 谁让我们都是生意人呢 大哥 大哥 冯丽 大哥 大哥 这怎么回事啊 这个 快快 给他们卸货 卸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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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货 你们的货来了 货来了 阿姨 那个待会儿啊 上了货之后 我们就按原价卖 来来来来 郑总 好吧 你按原价卖啊 咱们一点三倍进来的货 亏就亏了 我说了按原价卖 就按原价卖 大家听好了啊 海货他们 这只是提价买的货 平价买给我们 不涨价 大家有零星的话 不要到对面去买了啊 对 我们都支持海货 我们现在到波波超市去买 多谢 走走走走走 我妹妹情况怎么样 不好意思 复查结果出来了 这位姑娘需要进一步隔离观察 我们要隔离啊 那她不会得了那个什么SARS吧 只是发烧还得进一步确准 对了 你也需要隔离观察 等你妹妹确准没事之后 我才可以走 我也要隔离啊 是的 行 那好 强制性休息呢 大哥 您是不知道 我们半天凯莱的人去取货 那场面太刺激了 这跟电视剧里面黑帮 做意识的 辛苦你们了啊 这话说的 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是不是 也没想到会这么刺激 大哥 二嫂说了 这事千万别告诉二嫂啊 我明白 一切等江涛回来再说 等等等等等等 一切等 海波 师父 一下 回去了 来 坐坐坐 冯定也在 海波 好 走 走 走 回聊聊聊聊 海波啊 这个江涛是怎么回事啊 这这这这两天的电话都联系不上 你这不知道人跑哪儿去了 温泉的约子都快做完了 这这不见人影 你要把那个温泉搞出一个抑郁症来怎么办 师父 您别着急 江涛呢 他确实去山区里出差去了 那边所有的事情呢 都得他自己亲力亲为 我又不能替代 您就放心 他还处理完了 马上就回来 是这样的吗 我还能骗您啊 师父 你要只有这个准性还好 但他人在 我也不 不放心的 你要在的话 咱们地我都放心 师父 好 那个 这个江涛他确实身不由己 再说了 自古忠孝男两全 对吧 别人做的坏事 你都往自己身上揽 你自己身上有什么好事 都往别人身上推 我说你这个人说是诚实吧 在这一堂上还真的不实在 师父 这段时间呀 危险这么严重 尽量少出门 出门这一个口罩都不行 只得两个口罩 真的 那个 我说他们得跟你倒杯水啊 还要多喝水 那个谁冯烈啊 冯烈 冯烈 倒杯水啊 你们还有俩回来啊 都别回来了 不是 谷总 我也没有想到陆江涛 跟我玩这个金蝉脱鞘 现在倒好 让我在波波超市门口捡嘛 废 一群废 您先别生气 我回来给您汇报 蓝丁 蓝丁 郭总 您让咱们的人呢 继续去扫货 就去他们的波波超市去扫 他们有多少货 我们都给它扫进来 不计成本 越多越好 是 总算算买到便宜货了 还有 现在的日用品啊 价格涨得太快 是啊 对面超市啊 那个价格都翻了个跟筒 只有江海超市啊 还是原价 以后我就天天到江海去去 再买 是啊 好多大卖厂都加价了 对 问题是还有好多东西都没有 你看这口罩 我跑了好多遍 还就是在江海找到了 是啊 这家店啊蒋逊宇 以后家里都吃得用的 就买他们家了 对对对 就买这家 好 回见啊 回去 麦丽 赵哥 你怎么在马火呀 咱们店啊 有些员工发烧了 必须得隔离 有些员工呢 是家人生病了 得回家照顾 所以没有人 我就亲自顶上了 辛苦你了啊 过了这段时间 好好休息休息 好 爹 大哥 我听几家超市说啊 最近来了几个陌生的面孔 把咱们平家的东西 抢得一扫而空 这搞得周边大爷大妈们 买不到货特别着急 我去看你 司机车钥匙给我 大哥慢点啊 我去看你的 吴鬼 我去找我 一阿一 我去找我 是 呢 我说你 你别抢了 你那个人要买这么多吧 兄弟 你 你别 你买这么多 你就别留一点啊 干什么呀这是 陆总 我们这一拨一拨的 是不是就派来他们 对 每天都来 早上一开门 他们就来了 然后没过多久 你就看咱们店里的任务 全部都被抢过 我就奇怪了 特意留心了一下 后来我就发现 他们跟之前那两拨 倒着包过来扫 把我们的平家货扫过去 专手就卖高价 你说他们缺不缺德 但是我觉得咱们开门做生意 来者都是客呀 我实在是没办法 就跟冯经理提了一遍 结果没想到 今天您就亲自来 这样 你呀 签一个通告 以后呢就凭门牌号 进行预约 实在不行就凭上面证 每人限购 好 这是个好主意 现在这段时间呢 小区处处进去比较严格 我们针对这一些 行动不愿意的老人 我们上门送货 好吧 但是这个有点困难 咱们人手本来就不够 咱加上外面这样的情况 大家躲还来不及的 我们还上门送货 吴经理 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越是要做得更好 如果你要觉得人手不够 我该后期说一下 凡事闲着的人 每天过来帮着一起送货 好是好 但是说句实话 咱们现在不愿意买货 你这么做是不是就 行 去忙吧 行 行 你那个东西都放下肥墙了 谭处长 干什么呢 你们 你怎么在这儿 海伯 你这干得不错呀 尽力吧 非典时期 并且我刚刚跟他们讲呢 这段时间要针对不同的客户 进行送货上门 说得对 越是这个时候 又要稳定市场 你们不但坚持原价 还要把货物送到老乡家里 非常好啊 这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嘛 这是我们的本分 见利而不忘义 这才是商人的本分啊 尤其是在非典这个非常时期 能够坚守本分更不容易 回头我派人过来 把你们的经验采访一下 非典时期 我们的商业工作者 都要向你们看齐 没有 没有 黄处长 我都说了这是我们的本分 采访就算了 真的 必须采访 再说 再说 来 放心 这边请 担心死我了 你们到底怎么样了 还好吗 大哥 那个思琪啊 已经安顺好了 放心吧 那医生怎么说 没什么事 他这个发烧啊 应该不是什么大事 人说还想再观察观察 怎么这也得过十天吧 那就好 那就好 哪里都别去啊 好好在房间待着 少出门 听到没有 温 我在隔离区呢 应该也没什么问题吧 温泉怎么样了 我着急他呢这会儿是 你就放心吧 家里一切都有我呢 我帮着照应他 你也别告诉他了 你先瞒着他吧 能瞒几天算几天 谈言作悦他呢 流泽一着急 再伤了身体 等我回他 我告诉他 好 你家里这一天就不要操心了 都有我 好不好 好好照顾自己 注意安全 行 放心吧 知道了啊 不是 这黄振珊的这个报表 就这些账你对过了吗 我已经跟他一块儿 对过两次了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一项您看一下啊 这一项我就 他这现金流量不是 顾总 有证监会的人找您 好 你家里这一天就不要操心了 都有我 好不好 好好照顾自己 注意安全 行 放心吧 知道了啊 不是 行 这黄振珊的这个报表 好 这些账你对过了吗 我已经跟他一块儿 对过两次了 但是我就觉得 这一项您看一下啊 这一项我就 他这现金流量不是 顾总 有证监会的人找您 证监会的 嗯 请您来吧 好的 证监会来干吗 不知道吗 黄厂长 都在啊 今天我过来的 是有很多群众反应 说你们凯莱集团 在商业竞争中 采用了一些不正当的手段 干扰了市场秩序 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供给 哎呦 冤枉要黄处长 是 这一定是我们的竞争对手啊 对我们的那个 污蔽和陷害 污蔽和陷害 对 冤不冤枉 是不是诬陷 咱们政府是讲证据的 我们有充分的证据显示 你们公司啊 在利用非典制造谣言 并且雇人呢 哄抢生活物资 哄抬物价 今天正好 呃 物价局的 工商局的同志都在 咱们坐下来好好谈谈 好吧 如果具有其事 那我们就要责任你们 马上睁开 没问题 没问题 各位 来来来来 坐坐坐 坐坐 坐坐 那个刘毅 赶紧去 去去去去去 来来来 请坐 别客气啊 今日 香港联合医院 健康服务助理员刘景荣 因感染非典不幸实施 港府及各界民众深表爱痛 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 出席了葬礼 大哥 我找个心了 行了 大哥 酸不留痛 干什么呀 干什么 没 没 没事好着呢我 真的是担心死我了 这不没事吧 这担心死我了 还行啊 思琪 你怎么回事 我怎么看你瘦了 哪有 都不让我出去 我都长了两斤瘦了 怎么可能 你明前才瘦了 没事就好了 没事就好了 我忘了跟你讲了 你这是厉害啊 把那个桂熊打得是落花流水 现在 我这一直在忍心 我这怕我回来 批评我们俩 怎么可能 你哥哥又不是老古董 我当然知道 对这种豺狼就得用猎枪 这刺 刺整来猎枪呢 我说大哥 我之后回来了 你就可以好好休息休息了啊 你看你那黑眼圈给熬的 赶紧回去 赶紧回去 这儿我盯着 可以说什么呢 对 你回家了没有啊 没有啊 行行行 不着急 不着急 那边 快赶紧回去 快快赶紧回去 快赶紧回去 快赶紧回去 找我走了 快快快 老板 吃饭 你快赶紧先回去吧 大哥 我给你换衣服啊 思琪 那个林老师 上次不辞而别之后 电话也换了 我联系不上了 你跟那个林老师 现在还有联系吗 林老师 林霞 没什么联系了 怎么了 我前天看五件新闻啊 说香港的陶大花园 是非典的重灾区 有一个人影 特别像林老师 是吗 林霞姐在香港呢 不确定吧 所以你能不能帮我 找一下那个录像带 这个问题不大 能找着 天哪 林霞姐就要在香港的话 那也多危险啊 我赶紧去找找啊 好 尽量快点啊 好 没见过是不是 咱们的新家都漂亮了 你看 爸爸竟对不起你了 是不是 来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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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你坐在办公家 委屈你了 来 爸爸跟你说什么对不起 好不好 好啊 陆江涛 有了儿子以后 心里就没有我了 是不是 那么光跟媛媛说对不起啊 怎么不跟我说啊 我生孩子的时候 你在哪儿啊 我坐月之后你在哪儿啊 你看见媛媛笑得那么开心 怎么不看见我这样笑呀 不生气 我跟你说对不起 对不起 也不行 我问你啊 是我们媛媛在你心里 最重要啊 还是我最重要啊 当然是你最重要了 我告诉你啊 不管以后咱们生几个 都是我最重要 记住没 那必须的 那我也问问你啊 那你说呢是我重要 还是儿子重要啊 当然是儿子重要了 不是 怎么 到我这儿就变成儿子重要了 因为你也是我大儿子呀 你就是那个最能惹事儿大儿子 你知道吗 赶紧帮我的忙啊 这么多东西 我得整理到什么时候啊 我这怎么帮你玩 我这抱抱 你帮我补她 就是帮我的忙 你看 妈妈干吗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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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 是香港联合医院 健康服务助理员刘锦隆 因感染非典不幸实施 港府及各界民众深表爱痛 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 出席了葬礼 是吗 是不是打算去桃大花园啊 是 但是那边统灾区啊 沙士 我知道 但是我有个朋友住那儿 有点担心的 啊 名字都不要 再高楼窑啊 请问这是桃大花园吗 是 你有什么事情吗 我想进去找个人 对不起 现在已经不能进了 里面的沙士很严重 我知道很严重 所以我要进去一下 要不然我就不会 从那地来了 你是找亲戚还是朋友 朋友 你决定他在里面吗 有没有住着 具体的地址我不清楚 但是我敢肯定 他就住在里面 你要先查清楚 是不是在这里衣住 主要爆发的是在衣住 而且里面已经清肠了 就算放你进去 里面也一个人都没有 只有卫生署的消毒 如果你的朋友是感染了 他现在应该在医院 如果没有感染呢 这里的住户也得被千金了 与云门夫人渡着窗 和末里后夫人渡着窗隔离 好 谢谢 小姐 你好 我想问一下你们 这边是收那个 淘大花园的病人吗 是的 应该都是送到这里治疗 请问学生是能帮忙的吗 这边有没有一个降临侠的 我听见人太多 要不我帮你查一下名单 好 说不定晚侠的钱吗 没有 真的没有 没有 没有 可能是没事 没事就好 好 谢谢啊 来吧 再见 谢谢 你们这个人吃啊 好辛苦啊 谢谢 先生 你们不能去了 你们有很多沙石的病人 做事就会辛苦了 好 那有没有一个叫林侠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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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需要那么担心的 好 是的 林侠 你不想找林侠了 他不在家啊 你认识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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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认识我来的那个林侠嘛 你是他什么人啊 我是他的一个朋友 我朋友 林侠自徒弟发现的隔离 我们是邻居来的 我和他一样 淘汰发现发生之后呢 我和他一样 淘汰发现发生之后呢 淘汰发现发生之后呢 之后呢 我们又不在那儿 他又出差 那么呢 刚刚回来 那淘汰发现又封锁了 所以呢 没有感染到 也都没有隔离 那那您知道他 他现在在哪里吗 我 我住哪里我不知道啊 我帮公司这么大 常日飞来飞去 你有朋友 没有他电话吗 我还真没有他电话 我 我的名字啊 我 我知道他周末呢 他去同海中山那里 叫移工 我同时呢 野蛮呢 有种有的宵夜 夫妻大排档啊 大排档 谢谢您 谢谢您 谢谢啊 谢谢啊 好 您好 先生您好 请问您找谁 请问这边有没有一个叫林霞的 林霞小姐是有在这边做义工 但是她工作时间比较忙 一般都是周末才过来 最近因为SARS的原因 她已经有两周没有来过了 谢谢 不客气 是 谢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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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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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市一位六十八岁非典患者 因病重经抢救无效 于七日下午死亡 另据当地报道 上海酒店 超市 餐饮业 受非典影响 生意惨淡 但不少店家表示 要坚定服务意识 哪怕只有一个客人 灯要全开 人要全在 服务项目一个不能少 体现了全社会 共抗非典的决心 您拨打的电话 暂停在此 您请您来坐在此 您请您拨打的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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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往温哥华的宁霞乘客捷助医 您乘坐的MUT766次航班 很快就要起飞了 请马上游三号口登机 这是本次航班最后一次登机网络 谢谢 林霞 林霞 还真是你啊 陆海波 你 你怎么在这里啊 我 我来香港办点事 你这是要去哪里 我去加拿大 马上要登机了 那你快走吧 喊你名字了 那个 最近SARS比较凶弱 多注意安全 你也是 那我走了 一路平安 要自己 李她 来 让一 上声息 来 来 让一让 去去去 您先过 冯丽 思琪 有件事麻烦你 这事啊非得你去办不可 什么叫麻烦 我先答应了 为了你 赴汤蹈火我都愿意 别拼你嘴 这样 你不是有一个好兄弟 在改装车吗 我是想着 你把咱们公司的 每一辆车上都涂上 波波连锁超市的字样 白笔蓝字 一定要跟我们 采访车一样明显 就这事啊 分分钟给你搞定 那什么事情 这事要给你办吗 有没有什么好说啊 当然有啦 讲义上车带队发火 你怎么会回来啊 我刚才急坏了 都差点报警了你知道 有什么好报警的呀 你去哪儿了 就散子的心啊 周围转一转 那为什么没有信号啊 去山里了 山里信号本身就不稳定 你没事吧你啊 你没事吧你啊 我去山里信号本身就不稳定 我那儿有什么事啊 我就给二哥打电话 二哥 回来了 查你没说 行行行 我先挂了啊 这是什么呀 去香港了是吧 你不是说你去山里了吧 你去干嘛干嘛呀 干嘛 看朋友 这朋友 你香港有什么朋友啊 不是 有什么朋友 还向你汇报 干嘛 你说去找林霞姐了 是 室友怎么样 你真不去找她了 你见到她人了吗 见到了 林霞姐啊 确实挺好的 那个时候我没前上学 林霞出走 是她好心瘦了的我 对 林霞确实不错 这我就想明白了 大哥 你说 你当时让我着急调监控 是对了林霞姐吧 瞎说什么呀 大哥 你是不是喜欢林霞姐 别胡说八道啊 你走什么呀 紧张什么呀你 别紧张了 还没紧张 我脸都疯了 我脸光你看得见 思琪 不管怎么说呢 我觉得是咱们家 先对不起人家林霞 所以呢 人家才一个人 背景离间去了香港 这次香港风险这么严重 万一有个什么 对吧 所以 我还是去关心关心她 对 咱们呢 是得好好关心关心人家 但你也得关心一下你自己啊 我知道啊 这事你知道就行了啊 千万别让老啊 还有那个温泉之的 这家超市啊好呢 我很熟 有时候没空啊 他们还专门为我送货呢 还专门呢 他们还专门给我家送货呢 我跟你说啊 这家超市啊有很多连锁的 他们服务标准规范 对大家呀 都一视同仁的 非典注意过去啊 确实这个非典呢 让大家搞得很沉重 但是过去了就好 感谢在座的各位 在这段时间 对江凯集团做出的奉献 因为大家的共同努力 所以让我们平安地度过了 这个非典时期 也同时大大地提高了 我们在老百姓心中的位置 我代表江凯集团 感谢在座的 每一位的辛苦的付出 谢谢大家 而且啊 起诉我们那几家呢 都正撤诉了 今天还在报纸上 发表了道歉信 还有一个好消息呢 经过这个工商部门的 检测之后呢 我们超市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食品检疫报告也出来了 除了那三箱毒饺子 我们的商品全都合格 陆总知道 角色他 他就有英明 对吧 是不是啊 对 我呢 有一个想法 没有跟任何人商量过啊 在这里呢 我提议 我想退出总经理的职务 让陆家涛副总经理 升为总经理 我保留董事长一职 行不行 行 大家不是 我跟你说 跟二哥干自有干净 有安心 有安心的安心的 没毛病啊 那这董事会 大家能发表发表意见 我同意 没意见 我也同意 我也同意 同意 那行 保密啊 就全场都报 好不好 好 谢谢大哥 那既然这样 我是不是应该代表 陆总经理请大家 去个餐吃个饭呀 这也好 这也好 大哥 吃吃吃吃吃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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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说这段时间 大家都不容易 那就干脆 咱就直接回家 陪陪自己的家人行不行 尤其也赶紧回去陪陪孩子 这么不吃饭呀 大家就各自回家 陪自己家人行不行 就这样 散会散会 那你不要再没吓人 我没吓人 自己总好 我先吃饭 你再怎么办 别跟别人 别跟别人 我说我吧 先吃饭 非典正在渐渐远去 生活又恢复了 他本来的样子 只是有一些改变 是只有身在其中的人 才能深切体会到的 好 你说你怎么不睡觉呢 圆圆睡觉了吗 没呢 玩儿呢还 睡觉啊 宝贝 怎么不睡啊 怎么还不睡啊 不知道啊 怎么睡觉啊 来 看看 来 吃手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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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宝宝 好沉哪你现在 还不睡啊你 爸爸妈妈都累咯 爸爸该睡觉了 宝贝也该睡觉了 行了 你既然在公司够累的 去睡吧 没事 没事 我 我帮你 我 我 要不你放那套 每种喝点奶都能睡了 帮我把枕头放那边去 这 这枕头呢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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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过去 我砍个弄了 宝贝睡觉喽 睡觉啦 我去把那个奶热一下 好笑 爷爷 你给他唱首歌 没准硬 我就去聊了 妈 我给你唱首歌啊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来 你的第一天 你也唱着 跟我一起唱好不好 来 爱情来得太快就像龙卷风 一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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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你唱的什么歌呀 你越唱就越兴奋啊 是 那不睡觉呢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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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给你唱歌啊 睡吧 睡吧 我亲爱的宝贝 妈妈的水水 我来 imes 侯 侯 这个 忌 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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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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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思琴 我今天来呢 是 事想送给你 思琴 送给你 干吗呀 这么多人 思 思琴 我有话跟你说 你先把花拿上来 思琴 思琴 以后下班别在楼下接我 这别人看见了影响多不好啊 你 话不是这么讲的 我们就是马上要结婚的人了 有什么影响不好的 你先把花拿上来 上次你跟我说结婚的事情啊 我都跟家里人讲了 我妈还是挺同意的 还专门找人看了日子 下个星期一 还有星期二 还有星期五 这都是黄道极日啊 你回去 你也跟你大哥二哥讲一声吧 意思 就上次的事情呢 是我不对 我再次地道个歉 反正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嘛 你说怎么做 我就怎么做 还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房子的事情 我妈说房子我们是提供的 不是 装修这个事情嘛 你看 你家里是不是大哥二哥 把装修废除了 行 我知道了 走吧 来 思琴啊 好 晓鱼 你看 这是思琴 你那个叫什么呀 你那个叫什么知道吗 你怎么今天突然跑过来了 文全 我想跟你说个事 说呀 我准备结婚 我准备结婚 真的 这大好事啊 那个 跟谁啊 陈建 你俩和好了是吧 其实 我们俩也没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也就是这三四年吧 为了江海集团 可能他有一些怨言 而且他跟二哥老是不对付嘛 我想着 如果我们俩结婚了 我二哥就是他的大舅哥 他这口气就顺回来了 不是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何止你俩结婚不是因为爱情啊 还为了江海集团 在说什么呀 结婚是一件好事情 怎么被你说得这么沉重似的 到底怎么回事 没有 我俩都谈了七八年了 怎么可能没感情呢 那这事你跟你大哥二哥说了吗 他们什么态度啊 没有 我没跟他们说 我就不想告诉他们 胡说 结婚这么大的事 是你人生中一辈子 最重要的事情知道吗 你怎么可能不告诉他们呀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俩肯定不同意 尤其是我二哥 那你想怎么做啊 我 我 我俩去领个结婚证呗 拯救他也是拯救我 这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吧 什么拯救他拯救你的 你在说什么呀 你这事你别管了 但是你这事别告诉他们 一定要保密 听到呗 你 settle 什么事 我 喂 江涛 不行不行 我等不了 你现在就算有天大的事情 也得先听我说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柄 在人家陈剑手里 现在陈剑要毕思琪跟她结婚 你知道吗 是啊 如果你还爱这个妹妹的话 如果你不想让她往火坑里跳 你赶紧到民政局去阻止她们 听到没有 好 好 好啊 这下超市了 是 这对我好点飞飞 行吧 亲爱的 你来啦 我看看啊 漂亮 怎么样 看看我上水 水 走 走吧 把身份证和和我本给我 好 来 四季 好 这个请拿好 谢谢啊 把登记声明书读一下 这个是吧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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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与对方均无配偶 没有直系血亲 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 了解对方的身体健康状况 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规定 自愿结为夫妻 姑娘 你也宣读一下吧 她就不要了吧 咱们继续吧 你看你这么着急干什么 婚姻这么大的事 主要有点仪式感的对不对 你是罪案的吗 是是是 当然是了 姑娘 你是罪案的吗 她肯定也是 都走到这一步了 没有几个不愿意 对不对 我没问你 我问她呢 姑娘 你是罪案的吧 我 她不是 她不是 二哥 过来过来过来 陆强涛 你来干什么呀 你说我干吗来了 我妹妹不能嫁给你知道吗 你说不嫁就不嫁的 我跟思琪之间都商量好的 思琪 你告诉你哥哥 你先给我闭嘴 婚主我跟你说啊 我妹妹啊不能嫁给她 我不同意啊 现在婚姻自由 我不管你是她什么人 今天结不结婚她说了算 好好好 思琪你自己说 你想嫁给她吗 思琪 你说话呀 你说话呀 我跟你说啊 思琪 你不需要为大哥二哥 做出任何的牺牲 你的幸福 就你自己说了算 撑好了吗 嫁给她吗 看见他们成绩 走 陆强涛 你给我站住 你干什么啊 这事情有跟你什么关系啊 陆强涛 你别走 你别走 闭嘴 打人是吧 你别跟我走 你到底是打呀 我是不会为无套地遭药的 你说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有这样的人居然还逼婚她也想得出来 真的是 如果今天不是你去组织的话 思琪嫁给陈健这种人渣 她后面位置就毁了 还有海波 以后你能不能有大大小小时间 跟江涛商量一下呀 你们两个一起商量去处理好不好 不要让这个做妹妹的替你们两个哥哥操心 行不行 少说两句吧 你才少说两句呢 我都饿了 孩子也饿了 赶紧去把男爷都热下去 行行行 思琪 你吧 你最大的缺点 就是太善良太实在太实诚了 你时时刻刻想着报恩 我跟你二哥 需要你报什么恩哪 我们是一家人 只要你自己幸福快乐 我们就是高兴的 明白吗 你幸福了我们比谁都高兴 你以后真的不能这么做了 思琪 以后谁欺负你 跟丽哥说 我帮你打他 有你什么事啊 你还说呢 我刚刚要说你 打人就不对 你动手了别人 再把你高楼抓进去更好是吧 有你什么事 人家冯丽这不是也是为了思琪好吗 是吧 再点说了 人家冯丽 那打小就是咱们家的编外成员 要搁着我看啊 那咱思琪 与其嫁给陈建那混蛋 那还不如嫁给这个冯丽呢 你又胡说什么呢 不是 这话说的 你看 你看 不是 我跟你说啊 你小子对思琪那点心思 那我不是不知道啊 在这说了 人家冯丽对思琪有多好 咱心里应该有数吧 可是 老二 我跟你讲啊 这是两码事吧 不是 你看 思琪 那个时候你上大学 我给这小子收拉筋那三块五块的 这小子全给攒起来了 不吃不用不喝的 倒是怎么着 都寄给你了 你知不知道 冯丽 你说现在这三车车都卖多少钱 不 那你得看卖什么样的三车车 就咱这俩三车车啊 这俩破车啊 那那只是一个钱啊 童小哥 你想干吗 不是 思琪不是要念大学了吗 我就给他弄点钱啊 不是 你是弄钱的 也不能把车卖了 车卖了我们怎么收货呢 我问你 你是不是喜欢思琪啊 喜欢啊 我当然喜欢了 那思琪要念大学了 你是不是这表示表示啊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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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哥 这是我全部夹到的 给你 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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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 不是 你有什么不好意思 这话以后你得给你告诉你 是不是 二哥 那钱是他寄的呀 那可不吗 这小子手之简用啊 什么都不舍得吃 后来一次给饿坏了 还偷过大哥的零钱呢 不是你们大哥被我发现了 那才说了实话 是不是大哥 不说我还都忘了个事 你看 这过去的思琪你别烦了 你怎么回事啊 我们说陈静跟思琪的事 您老瞅逢你干什么 不是 不是 那一样 准备准备准备吃饭了啊 我去乱菜去 是是是 什么不要的 这还得 还得也得吃饭啊 这给小儿都饿坏了 那个思琪你别替二哥瞎说啊 这样没有压力啊 凤丽哥 我之前经常收到钱 但我一直以为 是我二哥给我寄的 没想到 我跟你说 是你大哥二哥给你寄的钱 但是我就担心不够用了 所以我就希望你在食堂吃点好的 这个虽然咱尝尝不好 但是别人有的 咱们也得有 你知道是不是 这都是小事 你不用放心上 冯丽哥 谢谢你 不用谢 真没事 咱俩这 那什么 我还有事 那个吃饭就你们吃吧 好吧 我有事我就先走了啊 来 我 你 有事 什么 快快 好好好 轻点 轻点 你今天不是去领结婚证书的吗 怎么好多的人跟人打架了呀 多大年纪的人呢 跟小孩子一样 我 怎么回事请 没 没什么事 就是碰到两个小混混了 哪来的小混混啊 怎么回事请 再说了 那两个小混混我也不认识 你在哪里跟人打架的呀 你告诉妈妈 妈妈明天去公安局报案去 真是没有往返了 好了 你就不要管了 够烦了 不是 谁呀 谁造的这 这谣啊 还能有谁呀 陈江他妈呗 那能得找他去呀 这肯定得找他呀 这思琪还没结婚呢 民生传成这样了 以后怎么嫁人呢 找到他又能怎么样 大家都是这么多年的 街坊邻居了 朱大哥 你都替他说咱们什么了 就是 肯定不能这么忍了呀 大哥 你脾气再好 这事咱们得讲道理吧 大哥 熟能忍 但熟又不能忍 你住嘴吧 混音 我告诉你啊 你那个事 我还没找你算账呢 你在店里赶客人 你为什么要赶客人 你没有服务业实也就罢了 你 大哥 你说我平常表现怎么样 我什么时候赶过客人 对不对 他骂思琪 我见不见他这口气 最后一片秋叶落下成倒影 听草夜间知了嬉笑多何惧 一闪不成的少年 心中却又豁大的梦 还没实现 前不断的轻易惊喜我和你 记忆里的箱口我在等你 像黑白定义 不俗的声音 诚恳地说着过去 晚风吹过你的脸颊 时光偷走了旧伤 却因一封信 没人 莫护了自己 放弃勇的心 回首的路 渐远又长 用这一生回望 青春虽东荡 更野草茫茫 却主张在我生命里 留恋忘怀 风吹过你的脸颊 时光偷走了酒伤 却因一封信 模糊了自己 风轻涌了心 最少的路渐远流长 用这一生回望 青春虽冬荡 荒野草茫茫 却主张在我生命里 留恋忘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